你的想法也是对的 可你为什么又受到族人的追杀 我可以告诉你 杀你的人是阉人 他们是谁派来的 是政敌还是你的兄弟啊 怎么样 你还坚持吗 坚持 当然坚持 如果真能用我的死换来和平 那谁拿在我的心里都无所谓 可汗 战争只能带来胜利 却不能带来和平 你想用鲜血换来一切 可你再想一想 如果再经历几次大的战役 容然人还有多少血可以流 如果真的能停止两族的征战 换来永久的和平 我杨郡愿意向上的人头来换 更昭告天下 以告慰 铁骨木可汗 在天之令 呸 你大话说得好听 你以为你的脑袋能帮他住吗 好了 话多无益 你既然是为和平而来 那你就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 我倒要看一看 你们的皇帝陛下 能给我们柔然人 带来多大的诚意 好 此理 不 我 有 地 被 还 在带来 他 要是 孩子 你醒了 血又渗出来了 我看看 行吧 岳父大人 只怕 多有不便 方才 方才 这 这 医者父母心 更何况 我这把年纪了 此处就你我三人 顾不得俗礼了 我看花生 跟看到若兰一样 对 我去管您家爹吧 好 爹 你动手吧 他要明节 我要命 非也非也 我也要命 不 我也要你的命 小声暂且回避 岳父大人 医者 父母心 还请岳父大人 见怪莫怪 见怪莫怪 爹 爹 我的好闺女 你为什么要来 公主 爹 公主又为何要来 一个皇子成为犯人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我自然要来看看 公主也看过了 如若好奇心 已经得到满足 那便请回吧 不要旧秦了 旧秦 你们这些随人就是虚伪 明明连稻草都没得干 我 你不怕死吗 怕 也不怕 什么意思 如果以我杨俊一人之死 能换来天下百姓苍生幸福 又有何不可 你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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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你 能救得了天下 救不了 也得救 正确的事 总得有人来做 难道你们随人 屠杀我们柔然人 就是正确的 可是公主 你们柔然人 在掠夺我大随边 进子民的时候 又可曾留情呢 今天你抢我 明天我抢你 今天你杀我 明天我杀你 永无休止 所以此次 我带着头颅回来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机会 换来和平 你们杀了我傅寒 却要用他的头来求和平 好 公主的丧父之痛 我可以理解 可公主你可曾想过 那些在战场上枉死的人 难道他们就不是父亲 不是儿子 难道他们就没有亲人 我想这种痛苦 无论是你们柔然人 还是我们汉人 都是一样的 如果杨俊的命 能换来公主的安心 我的命随时可以拿去 但是我希望公主 你能帮我一个忙 把我缺一圈铁巴为可汗 能以此为契机 还来两足修兵之战 鲜血洗不清仇恨 伯父还说过 你们随人的话 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 我是不会帮你 你就在这儿等死吧 公主 你不是为了帮我 你是为了帮你的子民 还有更多无辜的人 儿臣参见母后 母后 您召唤儿臣 有何吩咐 你的属下 有没有带回什么消息啊 回禀母后 尚未 但是按日子算 她该到了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消息呢 回母后 边镇的地方 情况特别复杂 太子的属下 一直按兵不动 可能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正是 正是 但是昨天已经有人向我禀报 说看见你的亲兵都在 还陪着你去打猎了 告诉我 你派了谁 你派了谁 去柔然 儿臣 不是 什么不是 儿臣 儿臣 什么 说 哪个小子 跟她们放在哪里 呢 你一位 是的 不抵抗 你 太子从未派兵 我居然还替他说话 请母后治儿臣的罪 一起来 不关你的事 是 母后 可您如此愤怒 不关你的事 母后 不会是我三弟 你三弟此气柔软 只怕他 不会的母后 您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我三弟他福大命大 一定不会有事的 母后请放心 我这就去寻三弟 不用了 母后 太子太让我失望了 滚 你们 都给我滚 我 都给我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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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已经知道了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您暗示的吗 你 如果想说 他 你 你 他 你 他 你 你 臣弟参见太子殿下 你来了 现在可好 我成了母后的仇人 你在母后那里 倒成了好人 兄长 臣弟不敢啊 就在你刚刚离开之时 我都还在为兄长开脱 只是 只是这事发突然 臣弟 也 也利所不及啊 你说怎么办吧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 我只好到母后那里 如实禀报 说主意 是你出的 兄长 你我是亲兄弟 要是真到了那一步 臣弟愿担当所有的责任 说说看吧 兄长 臣弟刚刚得到一条新消息 三弟已经被铁拔龟的人抓到了 招不报夕 消息可靠吗 消息是从柔然那边传过来的 定然可靠 你想想 铁拔龟既然抓到了三弟 当然要用他来和父皇讨价还价了 可父皇的性格一向坚异 最讨厌别人来威胁他行事 三弟先是抗制在先 现在又成了柔然人手上的把柄 只要操作得到 只怕此次三弟再柔然 可是 可是母后根本就不会让阳俊去死啊 可您更别忘了 这个天下 姓阳 你是说 但是 父皇 总是要听母后的意见呀 所以现在 正是须用愈合之事 他 是长的票 可是母后管理后宫极眼 怕是没用吧 别人或许不行 可是您没有觉得 他长得很像一个人吗 一鹤鸣室 你为何还没睡 奴婢叩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今天是初级 回娘娘的话 今天十五 十五 月圆 月不圆 一生 你不会真的是一个无情的女子吧 是我答应花生 只要她能够平安地回来 就把你赏赐给她 无论她是死还是活 玉和 你不会让我成为一个无情无义 无信之人吧 奴婢明白 奴婢这条命都是娘娘给的 自当聪明 那就辛苦你了 娘娘哪里的话 这都是奴婢的本分 本分 本分哪 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这句话 我会记得你的好 夜深了 外边凉 早点睡吧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有点像年轻时的我 你错了 我不是有点像 是非常的像 你是专门来警告我的吗 真可惜 我现在什么都怕 就是不怕死 你是怎么样爬上高位的 我会再坐一遍 给你看 没位的损人 给我吹 开门 难道还要别人给你跪下 你这个高贵的皇子 才可以吃东西吗 我们柔然人有句俗语 老鹰落在地上时 他跑不过牛羊 你要不想死 就给我吃 你 你吃啊 吃 吃啊 吃 住手 皇子 皇子殿下 你以为你杀了他 就能走得了吗 就算我杀了他 我也不会走 皇子殿下 你既然为了和平而来 我劝你 还是别轻举妄动我一号 好 虽然杀了他换不来和平 可是他给我的吃食太差 拿他的命 换几顿丰盛的韭菜 还是绰绰有余吧 那是自然 够了 吴古鲁兄弟 咱们可不是卑劣的随人哪 咱们柔然认 是不杀被捆绑的敌人哪 可汗 他侮辱了我 是你侮辱了自己 来人哪 送上好酒好肉 多谢可汗 皇子殿下 我们的条件已经开除了 是战是和 是生是死 这几天就见分啸 皇子殿下 那两个假法师 和你关系非同一般吧 我想他们一定会来救你呢 皇上 别来 你们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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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我爹 伯父呢 岳父大人外出行列去了 都是小声勇用 这个时候 还要连累岳父大人辛苦 惭愧 不是你的错 都是我的错 这话从何说起啊 要不是我受伤了 就不会麻烦他老人家了 非夜 非夜 你我二人 竟是大随教士 保护三皇子 是执座所在 贤弟 要不 我还是教诲女花生可好 好啊 随便您叫什么 反正 我 还是我 小三 你到底想到办法了没有啊 我们怎么去救殿下 莫其 莫其 殿下 他智勇双全 而且他独闯柔软 必定有他的道理 小声以为 一时半刻之间 不会有危险的 你 你在说什么 殿下 带来了铁骨木的金印 什么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了 手受伤了 飞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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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虽说是势极从权 可毕竟 男女受受不亲 为兄 不便触碰你的肌肤 这 这也是一时想出的办法 那之前您碰的怎么算 是不是 要剁了你的手啊 岳父怎么还没回来 要不我先出去看看 刚才马还在呢 现在怎么没了呢 有多久了 岳母 有两个石山王 你 你这个笨小子 他去这么久 你怎么会不知道啊 小声 一心照顾你 忽略了岳父 小声该死 实在该死 你 算了 我 他身体又不好 会不会 会不会遇到什么大野兽了 莫非 什么 你快说呀 莫非 岳父大人 听我们二人提及三皇子 他担心我们会冒险 于是自行 花生 花生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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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 我要去救他 不可 你现在身子 可是受不住我 你放开我 我要去救我爹 不行 我不能让你去送死的 难道 难道 难道你就忍心 你 让你岳父 自己一个人去犯险吗 小三 我们一起去救他 好不好 机会会大一点 驾 驾 驾 好 好 我 不可以 我 不可以 你 我 不可以 你 要 我 你 不可以 你 要 你看他们随人的三皇子 不是在我们这里吗 相信不久我们就能回家了 我们看看去 可汗果然聪明 我们可以领赏了 走 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小人一时探财 想偷点东西 还望可汗饶命 偷什么东西 想偷点能换钱的东西 什么东西值钱 我可不喜欢不诚实的人哪 我问你 你要跟我说实话 花生赵鱼 你认识吗 不认识 回答得太快了 你撒谎的本事可是不高明啊 不顾罗 可汗 好好地招待他 可汗放心 小龙 都会不想又见得更把这孩子 想偷点 他用连房子 但 rooted 你赵鱼 放开我 去 说 爹 说 说吧 说 不要杀他 不要 爹 不要 爹 这可是不得 这时候可不能生风 不要 这 这可如何是好 华盛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伤风呢 不要 好 家柴 我去 我去给你家柴去 好冷啊 冷啊 好冷啊 不行 需得找些 清热解毒的药才行 贤弟 你且等维凶一下 维凶去给你找药去 你 你且等维凶一下 你 若醒了 也不要乱动 维凶去去就回 秀才 你说得对 我太过倔强 才害得你和爹爹都陪我受苦 可我现在 只剩下这点倔强 杨军 爹爹 运河 我必须取救 能救一个世哥 下辈子若是有缘相逢 任凭你闹道 我绝不还口 这辈子 你和安晴好好过 只要留 安晴会对你好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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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如何 多谢可汗 风味非常独特 你就不怕我下毒 我信得过可汗 可我信不过你 你说你能代表大随 可结果呢 你们大随就派了一个 没有用的糟老头子来救你 可汗说的是何人 别装傻 我把你估计得太高了 看来你这个皇帝父亲 并不在乎你的死活 我杨俊一人之生死 与整个朝廷相比 微不足道 可是我想问问可汗 陛下 他明确拒绝了你的要求吗 没有 可汗 我看他分明就是个骗子 明理是和我们和谈 实际上是暗中调动兵力 来包围我们 若真如此 一个铁骨木的人头也就罢了 不又何必自己来送死呢 可汗 我希望你相信我的诚意 要是不相信你的诚意 早就把你杀了 年轻人 这个诚意 可不是光凭嘴巴上说说就够了吧 如果可汗你不相信我 又不能等我父皇的旨意 那还等什么 现在就把我杀了好了 让我打碎 与你柔然的仇恨 一直延续下去 让柔然的每一个婴儿一出生 便是为了战死 而不是为了活下去 你以为我不敢杀 放心吧 我暂时不会杀你 就算你给我带不来和平 你只要能给我带来那两个人就行了 可汗你多虑了 可汗你多虑了 他们两人我早已命令过 一旦我出事 便让他们马上回长安报信 不会陷身于死的 是吗 这是我 每个名字飞员 指生这个呀 那四应兵 贾华氏 华氏 华氏 你混蛋 你来了 我来了 杀了我的儿子 这就是你对我救命之恩的回报吗 我归过父母 归过皇帝 今世 我归你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命 你杀了我 我们就两亲人 你一条命 能抵得了我儿子和我兄弟的命吗 我知道我抵得了 但我只有一个警求 我们用我的命 来换他的命 来换他的命 好 好 那我就成就 去 别把鬼 你想想 你想想你的子民 你也不想在生命图谈了对不对 不要想走 想杀就杀我好了 千万不要一起入尸啊 别把鬼子弹 快走 快走 可汗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不一道杀了他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拐起来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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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来啊 你为什么要来啊 救 救爹 什么 他 救 救我 救 救赵云的爹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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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 花生 救你 救她 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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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